政改方案有關0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議案 被立法會否決 出席的議員60位 贊成的34位 反對的24位 棄權的1位 由於議題未能夠獲得本會全體議員3分之2 的多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0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議案 在不夠40票支持之下被否決 政府爭取不到泛民主派關鍵的6票 24個泛民主派議員投反對票 留千石頭棄權票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指反對派的議員要負上責任 北京的法律專家就說 政改方案如果全部不獲得通過 行政長官還可以協商解決分歧 否則他可以解散立法會 先由何文明報導辯論的情況 投十幾個發言的議員中 只有兩個是民主派 包括在會前沒有明確表明立場的譚香文 他最後投反對票 任何天花亂序的廣告句子 亦都不可能將次貨變成頂級的貨品 次貨就是次貨 叫人怎樣可以接受呢 最後有二十幾個議員發表意見 當中只有四個民主派發言 有支持政府的議員批評民主派的做法 今天泛民主派的議員表現得非常團結 再說就沒人相信 第三呢 就可能捆綁佛力 怕養成夢多 發言支持政改方案的 包括民建聯 自由黨和泛聯盟 一直沒有表明投票意向的劉千石就說會投空白票 無論這次政改方案是否獲得通過 或否決都有一半人會失望 我們實在需要多些互量互讓 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固存大局 所以我的票只能是空白 金融服務界代表尖培中就說會投棄權票 我將會以十二個字為結案的 通得過 未必好 通不過 甚麼都沒有 但他最後都是投了贊成票 武仙烈士記者何文文報導 在北京 有緣基本法起操委員和法律顧問都指 政改方案如果全部不獲通過 行政長官還可以按基本法 透過協商解決分歧 否則他可以解散立法會 由北京記者李家文報導 許崇德說 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 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重要法案 經協商仍然不能夠取得一致共識 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 他不希望走到這步 不能通過的話 行政長官還是 政府方面還是可以立法會進行協商 是吧 那麼就不一定要搞投票了 進行協商 用什麼方式協商當然基本法也沒有規定 而且呢 香港違規八年來也沒有這方面的事件 但是既然基本法規定 我們這個政局就比較遇到不少的麻煩 這個立法跟行政的關係 在配合這方面來說 那實在無法跟相關市民交代 議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顧問 廉希勝就認為政改方案通過不了 泛民主派做法是合法 但是到以上就說不過去 已經在很大程序上表現了絕大多數香港民眾的意願了 你也不同意你也反對 那麼這裡就設置到你究竟對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民眾是不是採取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是不是你真正的代表 廉希勝認為通過不了政改方案 都不影響曾蔭權的施政 無線電視主北京記者李家文報道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指反對派議員 在會上採取沉默是對民意示弱無睹 又說動議不獲得通過 反對派的議員要負上責任 今天反對派的議員採取一個沉默是金的策略 但是沉默是金並不表示可以對民意示弱無睹 所以今天若然反對派的議員是背棄民意 是做一個的否決 就要對香港市民香港社會對歷史有一個的交代 要扶起這一份的責任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這個是西方人說的 我們香港人說的比較地道 應該見好修 而投棄權票的劉千石對投票結果感到痛心 我覺得沒有改變到對立這件事 另一樣雖然盡了很大努力 沒有得到一個交界的方案 作為我的懲罰 第二個我亦都希望 是藉此 是期望北京繼續 它開放和包容的政策 而政府官員就在投票之前 盡最後的努力 游說議員支持政改方案 陳沛瑩報道 為了爭取多關鍵的陸票 政務司司長許適任 和特首辦常任秘書長王浩元 一直留在立法會 盡最後努力爭取議員支持 曾經考慮 如果行政長官爭任權 會應到三個要求 會考慮轉變意向的逢檢機 在會議中途收到回覆 說行政長官不作回應 為了避免部分議員再受政府拉攏 泛民主派在會上 也採取小法言的策略 但民卷聯就批評 這個做法 是沒有向市民交代他們的立場 無線電視記者陳潘瑩報道 支持和反對政改方案的人士 分別到立法會門外請願 現在行書文就在立法會 07年特首產生辦法的議案 已經被否決了 兩派的人士還會有什麼行動 趙凱珠 其實現在部分反對政改人士 仍然留在立法會門外 部分人更加下日通宵 已經在這裡坐 其實早上的時間 支持和反對政改的陣營 都各自齊集在立法會門外 爭取議員的支持 幾十名反對政改人士 在立法會門外 唱歌和叫口號 自方案沒有回應到 市民要求普選時間表的訴求 要求議員反對 部分更加是通宵靜坐 部分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到場聲援 而在另一邊 關注政改大聯盟 就有幾百名的支持者到場 他們又帶來較早前收集得來的 七十多萬市民支持政改的簽名 呼籲議員尊重民意 投贊成票 市民要求 市民要求 他們之後又沿著立法會大樓 兜了一個圈 沿途又高叫口號 反對政改的團體 稍後就會舉行燭光晚會 部份人更加說會留守在這裡 直至另一個議案有表決結果為止 在這裡報導那段落 先將時間交給新聞報 好 謝謝你 本港有學者認為 立法會否決有關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議案 不可能會影響特區政府未來施政 短期內民意的影響應該不大 但最主要就是未來的管治 因為最主要曾蔭權現在要強正禮智 在一個重要的法案裡面受到這次的挫折 所以當然會對他有一定的影響 當然在這個之後 究竟如何修復他跟立法會裡面的泛民主派之間的 友好的工作關係 這是首要的工作 好了